前海集会董事长郑文燦因涉嫌贪污 11日被裁定羁押 来到第六天也是第三个开放接见日 这三天三位委任律师轮流接见 16日会面时间约70分钟 而绿见的时间是郑文燦 唯一能够待在接见室吹冷气的时间 但就在郑文燦消暑同时 也让民进党的好感度跟着冷冰冰 最新民调显示下滑了4.3个百分点 这也立委直言就是因为郑文燦事件 不管是郑文燦目前的风暴 那对于民进党是有非常大的杀伤力 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个滚雪球 越滚越多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的支持度跟大家民众看到 过去他们八年执政的完全贪腐 那为了他们的支持度一定会越往下滑 9%冲击只是刚开始 因为这份调查是在7月8号到10号 郑文燦案件爆发到被积压之前 民进党的支持度就从上月37.4% 下滑到33.1% 这是七个月来首度下挫 而蓝白两党则是双双回升 郑文党从17.8%增加2.7个百分点 占上两成 民众党增加1.7个百分点 来到16% 任何一个单一的事件 例如大家对民进党亲联度的信任度 这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每一个民进党的成员 或是我们每一天自己的各方面的言行举止 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 民进党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民调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会认真检讨改进 希望可以重整步调 郑文财案让党内迎来低气压 立位干净调整脚步为争议止血 就怕单一事件后续效应延烧 影响的是选民对全党信任度大打折扣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